台湾过去有许多高档的江浙餐馆 随着时光流逝纷纷熄灯 尽管时代风味繁华落尽 还是有少数传统手艺 留在巷弄小馆子里 像是这位老师傅翁玉夫 守在水深火热的厨房超过40个年头 一间小小的馆子 菜单超过上百道菜 微面还有升级版的梦幻吃法 鱼蟹鲜甜 加上浓郁的高汤跟蛋香 传承道地上海味 时光流逝繁华海派的江浙餐厅 在台湾逐渐市围 还是有经典滋味留在街边手馆子里 从小跟爸爸妈妈都是吃这种的口味 然后吃得也很习惯 感觉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很亲切吧 来到都不好意思 他被人家嫌说 这个太太怎么这么丢脸啊 家里都不开火 天天来这边吃 每天还帮我都好喝 一个礼拜最起码来三次 熟悉的一桌菜 让韬客团聚时刻更添滋味 招牌俘乳肉油光神闪 动感登场 就是不油腻 它虽然是看起来好像有肥肉 但是它其实吃起来不腻 现在大部分料理都 虽然是走很健康的路线 但是烹调都比较简单 那这种算是中华技艺吧 就是那种厨艺本身 就是不一样 俘乳肉趁热包进挂包里 熟到软塌入味 肥而不腻 口齿流香的肉汁 充分展现上海菜浓油赤匠的风格 这是我们台湾产地 道地的温体猪 五花肉那边最精华的部分 肥瘦肥瘦 雕三层肉 腐乳肉和杭州东坡肉 料理过程有些相似 腌制时多加了香港红曲米 做的东腐乳搭配红糟 冰糖下去烧的话 让那个肉吃起来 没有咸的感觉 就是甜咸甜咸 江泽人就是喜欢吃这个口味 汆烫过的肉块 放入高汤炖煮 逼出油脂留下胶脂 烧着要三个钟头 豆乳卤 红须 还有那些所有的佐料 通通烧出味道 主厨翁育烧肉时 有十足耐心等待细火漫威 但拿起铁锅 炒面瞬间变得非常火爆 所以煎的时候 火要特别注意 出菜前开大火烧出来的锅边箱 是将这菜独特的料理方式 让菜一上桌 香气随着热气扑鼻而来 它精准掌控火候 烤菜功力更是炉火纯青 因为我们的菜炒完的话 炒完的话就放旁边 就用新的炒 速度要很快 然后四桌五桌对不对 我们就要用大锅子沙 其他的话 一桌两桌小吃的话 就用一般的锅子 烤菜用的是中火 把酱汁收到收汁入味 烘煮过程容易黏锅 因此上海在厨房里随时能见到大量铁锅堆叠 让主厨快速更换 王玉夫18岁进厨房 当学徒时就是从洗铁锅入门 你有学洗锅的话 就锻炼我们的臂力 以后是终于炒菜的话 你才拿得动 这个锅子很重 肯定有一公斤 像是这道嗓烤圈牌 就是江浙经典靠菜 卢大肠和排骨加入酱汁 先煎后烤 先上够味 我讲那个酱汁的话 大家会听的很有感觉 叫香烤把锅缺脂 香就是早期我们江浙两绳的 就是渔民靠近海边 抓到很多鱼 吃不完早期都没有冰箱 他们就把鱼把它劈开 骨头跟皮去掉 就是让它风干 风干的时候拿来烧 你可以烧猪脚 可以烧五花肉 可以烧鸡 都可以烧 曾经在台湾最知名的 江浙餐厅掌勺 王玉夫手艺在三包次度 上等食材中扎实磨练 当年的高档餐馆已经熄灯 老师傅的手艺依旧梦幻 梦幻外面 第一个我们用那个深海石斑鱼 是红色的 一定要用这种鱼 对 一定要用这种鱼 烧出来味道才会鲜 再加上薄了螃蟹 搭工 这是台湾本土的 宜兰养的 王玉夫手箱的菜单超过上百道菜 光是微面就有各种版本 这道隐藏版的菜色 尽管能出现在菜单上 还是非常热门 我们这个汤是那个鸡胸的骨架 还有那个猪大骨 早上九点烧到晚上五点 梦幻妹妹当初奥运会 美国人打篮球NBA 组合一个队伍 叫做梦幻 梦幻队伍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菜 有鱼 有虾 有螃蟹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道菜是 对我们这样的菜来讲是 非常梦幻的一个菜 过去在永和笑诺中的 小滚子掌厨 许多政商名流 为了翁师傅的手艺 慕名而来 因为疫情冲击 他一度收山引退 如今另起炉灶 首客纷纷回流 每次都要偷偷看他在不在 或是我们订桌的时候 会痴迷说 师傅不可以请假哦 这一家现在来开在这边 我们好开心哦 又可以吃到翁师傅的好手艺啊 有很多那个大陆的师傅 来台湾上海的来吃饭 他是看看以前的姜汁菜 是什么口味 年纪到了 该退学要退学 看看有些年轻的师傅 假如有兴趣的话 他们来学 我就是把我所学所知道的 都可以教给他们 在水深火热的厨房 超过四十个年头 翁师傅手持铁锅依旧活力十足 他更期待能有新现代厨师街报 守护传统滋味 夏威夷军港近距离直级 二十六国三十八艘舰艇 尽收盐底 东森新闻主播陈盈 率采访团队登舰采访 日本准航母出云号 及首次参演的 驻瓦特级去不见 内部参逆 环台平洋军演独家报道 锁定东森新闻